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一个风水观念 就是时钟 在风水里面 时钟尽量不要放在房间里面 为什么时钟不要放在房间里面呢 各位 最主要是一个小细节 小细节 那就是什么 固定的声响 固定频率的声响 固定频率的声响 这样子你会知道说 那个时钟啊 他就这样滴答滴答 指针一直在固定的走的时候 固定频率的声响 其实会影响到人的精神状况 影响到人的精神上状况 所以你的假如在你的一个房间里面 你去放一个时钟 各位晚上的时候 这个时钟的指针的声音 他会非常非常大声 这一种声音 他就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品质 他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品质 这样子一来的时候 你可能长期这样下来 就会影响到你的精神方面的一个问题 甚至有些人会把这个闹钟放在他床头柜 更是靠近你的时候 那个声音更会影响你 所以 固定的声响 他呢 就会怎样 固定的声响 会让人的精神状况就很不稳 所以 这一些固定的声响 在居家里面 哪里会有固定的声响 第一个 你家的水龙头坏掉了 关不住 是不是 就会有滴答 那个水这样滴下来 滴答滴答的那种声音 这一种声音 像在之前 我在台北 我私地家住的时候 因为他那时候他的水龙头坏掉 来讲 我睡的房间刚好 他的那个晚上 他在滴答的声音 非常非常大声 所以他造成我晚上在睡觉的时候 要爬起来四五次以上 因为我就没怕很深眠 就是都很浅眠 他就是一个 固定的声响 所导致的一种现象 就这样 登 登 你觉得没有什么 你醒的时候觉得没什么 但是当你要睡觉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很烦躁 再来 会有固定声响的地方 是在哪里 我们家中的鱼缸 鱼缸怎么也会有固定的声音 因为你鱼缸是不是有循环马达 在那边跑 假如他的水面太过于低沉的时候 太低的时候 各位他会有一个落水声 他假如水这么低 然后你循环马达水这样掉落下来的声音 他就会产生固定的一个声响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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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固定的一个声响 所以 鱼缸也是一个 很多人 会忽略掉 他会制造出这一种固定声响的 的情况 所以 当你了解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家里有养鱼的时候 你那鱼缸的水要尽量的把它用满一点 而不要让他有听到水声 就是那个循环水掉落的声音 否则的话 这些在无形中 都会影响到你们的精神状况 所以各位很简单 假如 你的房间需要有时钟 你要换成什么 电子钟 电子钟就不会滴答滴答了 对不对 所以各位 固定的声响 固定的声响 他其实 他会影响到你的一个情绪 尤其在你睡觉的时候 假如你还可以听得到的时候 这个更是造成了 你的一个 睡觉的时候的一个品质 所以很多人其实他不知道原因在哪里的时候 你认为那个小小的声音没有什么 可是实际上他可能长期下来 他就会造成你很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 这一些都是会产生一种固定声响的一种状况 所以这个当你发现的时候 你就要赶快去处理 水龙头把它换一换 把鱼缸的水加满一点 这个时钟 只珍视的时钟 你就把它放到客厅里面去 因为你在睡觉的时候 你不会睡客厅嘛 对不对 所以这几个都是会造成人 在精神方面 会有的一个问题 所以固定的声响 固定的声响 他其实会让人家长期下来 会产生精神的一个状况很不好 所以你假如听那些 歌 你假如一听到都是同样节奏的 都不会改变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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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个5分钟 你就知道了 你就真的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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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的 所以为什么 歌唱歌会有高低起伏 音调起伏 你会觉得还不错听 但是你只要听到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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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固定的声音 你就会觉得很烦 你就会觉得很烦 所以固定的一个声响 他其实会影响到人的一个情绪 所以在风水里面 你就要去避免有这一种的情况 发生 例如 你那个电扇 在吹的时候 假如电扇有的时候 就那卡卡 他就一边吹一边再发出怪声 而且都还是固定频率的 卡卡卡这样子固定的频率 这个就不要用了 这个就不要用 所以 当你了解这一些东西的时候 或许他在风水上 他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细节而已 但是长期下来 他还是会对你造成不良的影响 所以当你有发现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赶紧去把他用好 你不要到最后你会变成是一种什么 见怪不怪 这就是风水里面很讨厌的地方 到最后你会习惯 习惯了你会觉得没有什么 可是呢 你的潜意识 他还是觉得很害怕 所以就这样长期下来 就反而对你造成了一个不良的一个影响 所以各位 当你有发现到你家有怪状的时候 这些都不是平常的状况的时候 请你马上动作 去把他修正 否则到最后你会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啊 可是他在无意中 他就是会影响到你的潜意识 你人是觉得没有什么 可是潜意识跟你说 我好害怕 这样子长期下来 你就会产生相关的一些毛病出来 所以这就是风水 尤其是行家 行家就是你看得见 听得到的东西 你只要看到不顺眼的 就是说不是正常的这一种情况下 你会害怕的 你感到不爽的 这一些东西其实他都已经在影响你 这时候赶快把他修正 不要等到最后你习惯了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但是他还是照样在影响你 只是你不知道 这样子长期下来就会出大事了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